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0日 星期五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累计确诊182万 专家敦促接种第三针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至2021年12月10日上午11点 安省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 新增确诊1453例 BC省新增341例 魁省新增2013例 各省近期病例激增 安省的单日新增病例达到了5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魁省的单日新增也是自今年1月份以来 首次超过2000例 随着新增病例的增加 卫生专家呼吁尽快向成年人推广第三针疫苗 安省政府规定 从下周开始 所有50岁以上的安省居民都将有资格接种第三针 但一些专家认为 随着新变种病毒的出现 安省应该尽快地让所有18岁以上的居民都有资格接种第三针 到目前为止 安省第三针疫苗的接种量不足100万剂 大学健康网络负责人建议说 不应该再将接种两剂疫苗视为完整接种 多伦多传染病学专家伯格奇也表示 随着新病种病毒的传播 第三针疫苗显得更加重要 截至12月10日 加拿大累计确诊病例182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29,893人 全国疫苗接种率81.4% 谭医官对疫情悲观 日增将破2.6万 根据家通社报道 本周五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施表示 如果新病种病毒Omicron成为了主要毒株 预计疫情将会卷土重来 扩散会进一步的加快 根据最新的联邦预测模型显示 如果不考虑新病种病毒 那么到明年的1月中旬 加拿大每天的新增病例为2900例至15000例 具体取决于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 但谭勇施表示 新病种病毒Omicron 传播率是其他变体的三倍 一旦这种病毒成为主要毒株 加拿大的单日新增病例可能会突破2.6万例 过去一周以来 加拿大平均每天新增病例超过3300例 谭勇施敦促加拿大人 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保持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 加拿大卫生部长静高说 加拿大在机场对国际旅客的检测能力 依然十分有限 BC省华人夫妻一年洗钱2.2亿加元 政府没收120万 根据《文革华太阳报》报导 BC省最大的洗钱案 被告已经与政府达成协议 BC省政府没收一对华人夫妻 120万加元的个人财产 以及部分房屋出售所得 法庭文件显示 这对华人夫妻 妻子名为秦彩轩 丈夫名为朱建军 他们通过海外公司 在BC省列治文运营地下银行 警察查到 这家地下银行每年为客户洗钱的金额 高达2.2亿加元 洗钱的目的主要用于贩毒 两人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并认为警方的搜查和扣押 侵犯了他们的权利 报导称 警方在2015年的搜查中 查获了两人超过200万加元的现金 BC省民事充公办公室提出诉讼 认为夫妻俩在温哥华的一栋房屋 以及被扣押的200万现金 属于是犯罪所得 应该充公 11月30日 BC省最高法院判定 将这对夫妻120万加元的现金 礼品卡和珠宝等个人财产充公 并将他们在温哥华的一套房屋 以188万的价格出售 其中一半的金额充公 买房更难 明年锁定41万新移民 房价再涨5% 根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报道 为了缓解因疫情而导致的 劳动力短缺问题 加拿大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新移民 以促进经济增长 但加洋行警告说 新移民的大量增加 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突然涌入房市 进一步地推高房价 一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 加拿大在今年有望实现 40万名新移民的目标 并准备在明年再增加41万名新移民 加拿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 去年更是创下了生育率的历史新低 历届政府都依靠移民来推动经济增长 加拿大的目标也是高质量 高技能移民 这类移民往往会有充足的资金 或者说有能力赚取充足的资金 来竞争房市 加拿大移民部长在采访中表示 加拿大需要移民来创造就业机会 并推动经济复苏 在加拿大 三分之一的企业都是由移民所创立 同时也在帮助加拿大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报道称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是低利率以及供应短缺 在疫情之前 移民也是房价上涨的因素之一 而现在随着边境陆续开放 更多的新移民会来到加拿大 自2015年以来 加拿大全国的基准房价已经飙升了77%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移民倾向于在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城市购买房屋 现在这些热门地区的房价已经超过了112万加元 对比加拿大和美国的房价 加拿大现在的房屋均价是76万加元 也就是60万美元 而美国的房屋均价仅为31万美元 加拿大房屋均价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经济分析师认为 加拿大房价在2022年将会继续上涨5% 房价更加难以负担 有房产经济透露说 现在很多买家因为担心利率会上升 以及新移民涌入对房市的竞争 都在加快脚步购买房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几个只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